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好 来 郎哥 也祝频道里的各位新年快乐 好 来 刚才看人少 然后我就网上报 然后没想到海外华人上来了 接着说那几点 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他要是评价一些事 起码就应该自己做的调查 你说那个东西不要闹笑话 就是说中美双方税收是有一定协议的 中美之间人员的税收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协议存在 就是中国人 你美国人在征收 征收的税是由中国征收的 比如说你美国人到中国以后 中国人到美国以后 他那边的税都是由美国征收的 所以跟他的国籍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办法再多征一块了 OK OK 知道吗 因为中美这个 中美因为有一个特殊关系存在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查我们中国那边的公司 所以他也跟双方都不互相信任 所以干脆就我收你的 你收我的 中国人在美国就有美国收税 美国人就反正就是人在哪一国 中国美国就要当地国收税就对了 好 对对对对 还有这个谷爱玲的国籍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说海外的轮子媒体 还有一些不是很专业的媒体 去炒作他的国籍问题 这是一种很无知的想法 就是谷爱玲他肯定是中国国籍 当然了 因为是中国是不承认双生国籍的 但是中国承认在18岁以前的双生国籍 就是中国是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孩子 他是在海外生活的 对吧 那他父母也有中国的国籍 或者他本身父母是华人 所以海外出生的这个孩子呢 给他个18岁的之前都有选择国籍的这个权利 知道吧 而我查了一下 现在这个谷爱玲已经是19岁了 那既然能代表中国出生 他现在肯定是中国国籍 就不用再让对方再去说 否认他是不是美国国籍 因为很简单嘛 这个是否是美国国籍 这个事谁知道 美国知道对不对 那中美关系现在闹得这么僵 中国有可能把这一把枪 将美国握到美国人手里吗 没有 对吧 你再笨着中国的这个体协的领导 中国的这个海关人 他也没有那么蠢吧 对不对 对对 明知道中美关系的这么差 我肯定是已经得到确切的证据 他已经退出美国国籍 我才能是正式宣布你为中国国籍 代表你向中国效力的 对对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把枪给你 去动点脑子好吗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那边不否认 因为很简单 你知道谷爱玲什么地位吗 嗯嗯 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做做调查 外里人以现在的实力来说的话 这次很有可能能够拿三块金牌 嗯 对吧 对 你知道上次平昌奥运会美国拿几块吗 我不知道平昌奥运平昌奥运 超过三块啊 很多块 超过三块 很多块啊 九块 只拿了九块金牌 哦只拿九块哦 也就是说谷爱玲他自己一个人顶 现在的谷爱玲顶顶 三分之一的美国队 哦 OK 明白吧 嗯 是绝对能够美国队在奥运 就是冬奥会场上造成重伤的 嗯 因为你可以查一下 一来一回查了六块哦 对一来一回等于是差了六块 嗯 咱们其实查一下以前的数据能发现问题 美国并不是多强的队伍在冬奥上 对对 他下号比较强 我们已经习惯性的 对我们已经习惯性的思维认为美国的所有体育项目都很强 不是那么回事 你查一下美国总奖牌数 只排到第四位 嗯 他都干不过德国 嗯 跟俄罗斯 嗯 都刚刚 嗯 所以冬奥的奖牌 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不是像很多人想的说 啊 那个谷埃灵 在美国就不值钱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运动员 然后那个他所以 所以他就投靠中国去 不是的 谷埃灵在美国一样算是重要 对啊 他在哪里都重要了 对 他在哪里 而且在中美 现在这个对抗这个结果上 嗯 你可以看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这个西方媒体报道 经常说一句话什么 啊 他长在美国 对吧 是我们美国培养了谷埃灵 嗯 就是酸的都不行了 对 但我们看调查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谷埃灵的母亲是北大的 嗯 是在北大毕业的 而且他母亲本身就会滑雪 嗯 他去北大滑雪队的人 滑雪教练 对 还将当过滑雪教练 嗯 之后呢 谷埃灵每年都要回中国 学习一段时间 嗯 就是相当于补课 嗯 明白吧 嗯 所以说他最为什么你那么高的分 好像一百一千五百八十分的分数 扛成三幅吧 对不对 嗯 他实际上是 怎么说呢 跟美国是有关系 嗯 就是他利用了美国的资源 嗯 是 但是他用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 嗯 嗯 你可以看一下 吴埃灵他跟美国很多学学孩子不同的 他会会弹钢琴 嗯 他多才多艺 对 而且他的理科成绩是非常高的 水平是非常高的 是 对吧 这是中国人这么干 就是虎妈的教育方式 对 这个不是美国人的教育方式 嗯 嗯 他只不过是利用了美国的资源而已 嗯 嗯 说白了 这里最大头的是什么 美国嘛 嗯 美国人拿了税收建立的各种好资源嘛 对 对不对 嗯 结果最后培养到18岁的时候 人家直接变成中国人了 是是 中国拿金奖牌来了 他选中国的 而且在中美 嗯 就要在中美对抗的最前沿 最难受的时候 我选择了中国 嗯 最精英的人是选择了中国 对 对 这个很有代表性 嗯 对 很有代表性 所以对美国的他那个右翼团体吧 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伤害的 嗯 嗯 对吧 嗯 所以然后那个猪猪翼的那个事啊 嗯 猪翼的那个事 呃 我不得不说啊 国内也好 美国也好 嗯 包括你们台湾也好 嗯 我们都有那么一群人 是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说 抓掉点毛病 一顿意想 嗯 喷子 就是大喷 对 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毛病 美国人也有 嗯 海外人也有 嗯 知道吗 嗯 我昨天还跟一个这样的人就干起来 就就就就就 非得租着 租着注意的这个选拔这个问题 嗯 我说我们也不是选拔人的官员 我们也没在现场 嗯 但是你就笨脑子想一想 这个中国队这么关键的比赛 就是我们这个花华实际上是有可能或者 没有可能 可能 可能拿奖的啊 跟拿牌的团体 嗯 对 他不可能 去搞那些烂七八糟的事 对 明白吗 那个 你得拿多少钱去怼那个官员好事 是 对不对 嗯 人家这个就因为你这一线奥运会直接把自恶这个自己的试图全部干干非吗 嗯 是吗 嗯 对不对 人家也要考虑人家官员也要考虑他自己的政绩的问题啊 嗯 对中国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政绩啊 嗯 那你的奥运会成绩就是啊 嗯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去选一个不适合的人呢 嗯 嗯 就对于 但是我 我是这么看奥运会的啊 嗯 他是有很多的政治成分在里头 嗯 但是所有的运动员我认为都应该去尊重无论他成功失败了 嗯 因为我们是不如没有人家付出那么多的 嗯 因为我我我我是认识那个原来咱们国家的花滑队的人就是那个滑雪队的人 我们在东北嘛 嗯 我认识我我认识他们那个国家一对的人 我曾经跟他聊着他们是非常残酷的淘汰的 对 知道吗 他们一旦被就省队选上去之后进入国家队 国家队几个月之内感觉他成绩不行被淘汰了 嗯 这个孩子回来之后他就得说句不好听就自谋生路了 嗯 嗯 很多人往上冲最后 很残酷 就只有这么几个人有成绩的 对 很残酷 这些人无论怎么样 他在奥运会上他输了也好赢了也好 真的是一将功成万古苦 你们不要去攻击这样的 嗯 运动员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 连名字你都不知道的人付出了无数的吸血 但是他得不到任何的成绩 嗯 对不对 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嗯 所以而且他们说白了 就是一个青春犯呢 嗯 你你像现在有的时候好项目 对吧 比如说古阳古阳灵这个好项目 对吧 嗯 你你这个你这个商业价值特别大 嗯 特别高 嗯 你有一些不好的项目 你就算拿了世界冠军 你最后人 你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 你比如说中国的举重队啊 嗯 对 对不对 那中国举重队那世界上有名最强大 但是你看他能接什么代言呢 他能给自己能有多少的这个这个这个经济上优势 其实没有多少 可能代言高蛋白吧 反正就是健身 就代言的东西也也没跟人家那个520这种人比啊 对对对 完全就比不了嘛 是 所以就是说就当初包括攻击那个刘翔那批人 哦 对啊 当当时当时的刘翔也是啊 也是同一批啊 同一种人啊 同一种 对攻击这个注意的他们是一批人 他们不会涉及处地的去想 他们认为的是 我交税了我就要看到成绩 你拿不出成绩你就是死货 嗯 对 就是他们是给人这种感觉 是是是 但他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是堵向自己的梦想去 他不一定说我要挣多少钱 就很多人去从事这个体育项目 其实谷爱玲说的非常对啊 嗯 他不是在乎成绩 而是要展示自我 嗯 那很多运动员就是我这辈子 我就要跑到一个什么成绩上 我就要把我的分达到一个什么 来证明我这人活着这一辈子 达到一个成就 是 明白吗 他很多时候他也不看国家的问题 对 他也不看什么 个人收入的问题 嗯 就是说白了 就是拿拿自己的生命去 去换来这么一个荣业的时刻 然后这个全中国人我们去共享 这个他他他这个荣耀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所有的运动员 我不论国内国外的 除非是你你攻击我们中国政府的那种啊 嗯 啊就是有那种运动员啊 就就就就就就就现在有个他妈NBA球星跟傻子似的 那个 嗯 那个就跟傻子 那种 除了那种运动员之后啊 我认为所有世界上运动员都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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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真的是燃烧自己 然后来来让这个人类整个社会进入一个团结有碍啊 嗯 就是这么一个 大家都能为了一个人类的运动身体的素质提高这个大目标去去方向去前进的人 嗯 所以所以运动员我从来不会去攻击 好 这非常不好 当然除了中国足球 除了中国足球 除了中国足球 不要攻击任何运动员 除了中国足球以外 中国足球我他妈是完全看不懂 中国男足 中国足球我这他妈完全完全没办法了 嗯 对对对 他们是中国男足对 中国男足也很高吧 他们薪水也很高吧 他们薪水也很高对不对 嗯 嗯 哎 他们啥都高 血压都高 真的 他们什么都高 血脂也高 血糖也高 就是球技不高 就是什么球技不高 我就这么说 所以最后我们的ending 就是这句话 不要批评这些运动员 真的除了中国男足 好不好 ending 结束 好 OK 好 我就说这些 好 谢谢你 祝大家五年 五五升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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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兰哥 好 拜拜 拜拜 好 来 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